大家好,咱们开门见证 现在美团可能要被罚11亿美金 罪名是反垄断 其实也是,不是罪名,是给你找过原由吧 因为什么,因为你反垄断 你就是罚你10亿美金,现在是传这个 美团这怎么回事呢 美团王兴不是五月份 他自己创立范府平台上贴了一首唐诗 什么流向原来不读书 这诗的意思是什么 就讽刺秦始皇,焚书坑儒,荒谬 他希望秦王朝江山永存 结果被不识字的刘邦跟项羽给灭了 就这个意思 复庸风雅吧 你说有什么动静 其实就是一首诗而已 网民就开始揣测 这是不是讽刺习近平 影射一尊不读书 仇视文化 这不太脆头上冻土吗 对不对 还有人就是解读这是什么影射什么中国 国家主席一尊 打击科技 科技垄断的系列行动 还有人就说什么 这王兴超师跟马云严谨 这有一拼相提并论 这样一来 这事情就变了 对吧 性质变了 好 马云 马云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在那个金融论坛上 公开抨击 这个什么 不是监管的问题 问题是根本就没有监管 你说这个 然后王兴就把这帖子给删了 帖子删完之后呢 就是他的解释上 他说我怕给人造成的误会 你们不要错误解读 这首诗呢 是对美团商业竞争思维的反思 对吧 可是你这诗已经贴出来了 你又给删了 泼出去的水 你不能倒回去 对不对 结果那两天呢 美团就是 这股票 暴跌 市值蒸发300亿 美团一跌 阿里巴巴 腾讯 京东 那股票也接着跟着往下跌 那么 有的人 知情人士报道 后来这个官员就开始 召见王兴 对吧 就是来来来 那个 王CEO 我们喝喝喝茶 聊一聊 然后告诉他 以后就是 不要再也能瞩目 不要再哗众取瞩目 不要再贴什么 什么诗 附庸风雅 什么 对不对 然后低调 低调 再低调 现在正赶上这个中国党庆 我们需要相和 我们需要这个 和谐 大家就是一团和谐 现在是你谁犯点小错误 对吧 你后果极其严重 对吧 是你让这党一天不舒服 党让你一辈子不舒服 大概就这意思 有的人认为 就是说这种 跟约谈王兴呢 是因为他这首诗呢 可能是没什么联系 向来 就是 中国就是这样 只要是年节 基本上就是开始 下边肯定得抓 抓到一两个典型 可能是王兴正好赶上了 对吧 越是节日 越是风声鹤唳 对吧 在这个中南海眼里 王兴跟没有马云那么严重 王兴跟马云 不是一个档次的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他们要办的话 还是办那大头 对吧 还一个马老板呢 对不对 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 一尊 这个疑心重 那句 刘相从来不读书 是让他不舒服 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 你不读书 你不读书 你怎么知道 刘相从来不读书 这句话什么意思 对不对 肯定是什么 皇而不及 及死太监 对吧 一尊不知道 让太监知道 王沪宁 赶快 下边下命的 约他警告 然后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中国的监管 对这几大企业 垄断企业 就反垄断调查 基本上可能早都已经开始了 这个 他们为什么 就是要用这反垄断 其实他们的确是有反垄断 他们的模式就是什么 二加一模式 二加一模式是什么 一个销售商 产品商 我只能在一个销售平台上卖 我要不然在京东 要不然在阿里 然后一个什么 就是供货商 或者一个生产商 只能在 比如说 就是两边都卖 你在 你像在美国这边 你可以既在eBay上卖 又在亚马逊上卖 对吧 你如果要是亚马逊 给你一个电邮 告诉你 你只能在亚马逊上卖 你不能在eBay上卖 那么亚马逊就牵扯到 那个垄断 现在中国 这个电商 他就是 他实际上就是垄断 罚 也罚的没错 我个人 我个人这么认 对吧 马云呢 他那个话是什么 就是 他发言是什么 就是 你说马云 他那个点 他赶那点 王岐山强调 就是预防金融风险 马云来一句 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 因为中国基本上是没有系统 中国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 所以呢 他还有那个什么 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 管理飞机场 这不是直接呛 直接呛王岐山 直接呛这一尊吗 对不对 所以 美团这个 我觉得跟那首诗没什么关系 真的 马云是跟他 他是祸从口出 美团这个是 的确 我个人认为 就是反垄断 大家 我觉得 不要太多的解读 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可能 未来这么几周 可能一个月 一个半月 两个月之内 我觉得可能 可能就会公布 罚是肯定要罚的 对吧 按照这个就是 我刚才也说了 反垄断罚款上限是公司销售额的10% 那么美团2020年收入是178亿 基本上10%就是17.8亿 对吧 11 给人来凑掌 21 要不然就是 基本上就这意思 好吧 这段就到这了